我觉得这位高锦方女士跟娘娘握完手以后 回去下班辈子她就没洗过手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咱们来到尊化的青东陵 聊一聊有关康熙大帝妃子跟阿哥身上的一个秘密 您看见的这座陵寝埋的都是康熙大帝的妃子 就是东陵的景陵飞原寝 景陵的飞原寝就位于景陵东边300米左右 我不量了一下大概还不到300米 坐北朝南他是一山而建 始建于康熙15年以后 王宫大概在康熙20年前后 清代初期也对妃子原寝没有正式的命名 所以这里一直就叫做飞衙门 直到雍正五年的时候 才正式命名为景陵飞原寝 这座原寝是清朝在关内建立的第一座 嫔妃合葬的原寝 同时不光是清代 在整个中国古代也是埋葬嫔妃最多的一座 飞原寝 这座原寝有许多不解之谜 直到今天各路专家也没能够给出一个合理合情的答案 今天刘师我就捡两件有意思的 跟您挨这咱们一块掰吃掰吃 没准新的学术成果就在咱们的聊天当中 它就诞生了 咱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一共埋了48个康熙皇帝的老婆 其中贵妃一人 妃子十一个 贫八人贵人十人 常在九人 大应九人 您算去吧 整48个 可是这个院里一共埋了49个人 还有一个人是谁 这个人就是谜团之一 这位爷是一位皇子 就是康熙的十八皇子允介 允介他是个既有秘密又有故事的皇子 不但是他 他的妈妈身上也有很多谜团 允介的生母就是顺义密妃王室王娘娘 一位汉人女子 这王室啊 可不是汉人那么简单 他是汉旗 清朝人认为啊 这汉人呢 跟再旗汉人是两码事 顺义密妃王室 是汉人之县王国正的归论 王室身上的谜团啊 就在于不知道这康熙爷呀 对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您要说他好吧 康熙皇帝活着的时候 这王室的封号啊 只是个贫 您是知道的呀 这清代后宫的这规矩等级很森严 从王后以下啊 是皇贵妃 贵妃 贫 贫 常在大 贫呢 可是在中间 不是什么太显赫的地位 并且呢 这王室入宫以后 虽然十分挂念苏州的家人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对他实施公信 不能够与家人通信 因为史料没有记载 咱们也只能是猜测 只有两种可能 一呢 是王室在宫中犯了错误 二呢 是其家人在苏州犯了错误 您要说这皇上对他不好呢 他也不能这么说 为什么呢 因为康熙南巡的时候 还总带着他 并且呢 让他以皇家的名号 接见过江南的贵妇人 我就读过这么一首啊 马屁诗 是江南一位贵妇人 金陵张侯家太夫人 高景芳所作 诗的内容啊 几尽狂舔 描述的呢 就是当年啊 圣祖南巡 这位王娘娘代表皇家 接见这些江南妇人的情景 诗的内容啊 我实在是记不住了 但是这名字我记住了 因为这个名字呀 是几尽拍马之能 叫叶剑妃娘娘 养蒙握手 温伦恩礼 有加功绩 您听见了吗 我觉得这位高景芳女士啊 跟娘娘握完手以后 回去下班辈子 她就没洗过手 不但如此啊 这康熙38年的时候 王娘娘和这圣祖爷南巡 这个圣祖啊 还亲自下旨 到民间去寻访王室的父母 并且呀 还真找着了 最后呢 在38年3月15日的时候 这位王娘娘啊 终于同失去联系多年的父母 相见了 您看这就是第一个谜团 这皇上啊 对这个顺一觅妃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他本身就是个谜 18皇子允建 就是顺一觅妃的儿子 这皇上啊 对这18儿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 他同样也是个谜 康熙47年的5月 这康熙皇帝啊 和往年夏季一样 离开京城 前往避暑山庄 陪同人员呢 当然少不了诸位皇子了 除了必须得来的 和有差事在京城脱不开身的 跟着来的那肯定都是皇上啊 得意的儿子 二阿哥 太子印人 跟着皇上需要随行办差 大阿哥印之 一介五夫 得随行给皇上护驾 剩下跟随的几个未成年的皇子啊 那可都是皇上的心尖子了 他们是13阿哥印祥 14阿哥印提 15阿哥印徐 16阿哥印禄 17阿哥印礼 18阿哥印戒 这印戒呀 年龄最小 当年虚岁8岁 其实啊 刚离开北京的时候啊 这允戒 他本身就病着呢 什么病啊 种榨子 这是我们家乡的土话啊 这个用句这现代医学名词啊 应该叫腮腺炎 淋巴肿大的一种 出京没有几天 这允戒的病啊 可就加重了 哥咱们如今呢 他好理解呀 淋巴发炎 他转移全身速度相当快 那肯定是病毒上了大脑 这18阿哥病情加重 已经转移成脑膜炎了 哥在那个年代 这就等于是判了死刑 这18阿哥一病啊 在路上已经耽误了 很长时间了 在成德呢 蒙古王宫 以及西藏的喇嘛活佛 还等着皇上召见 这皇上啊 看着皇十八子 俨然是不中用了 一咬牙一喊心 下了一道遗址 皇上在圣旨里 是这么说的 自18阿哥患病以来 朕记其权益 昼夜治疗 今又辩证 量以无际 这皇上的意思是说呀 自打这个允戒一病 我就啊 盼着他好 天天给他治 无奈呀 他这病情又变了 又重了 看样子呀 是无计可施 无药可治了 这皇上又说了 镇公所惜慎重 上则 孔仪高年 皇太后之忧 下则 天下臣民 贤赖于义人 区区治子 有何关系 镇乃割碍 既此 就道 皇上的意思是说呀 这避暑山庄那儿 有重要的政务 等着我去办呢 如果迟迟不能到达 后宫的皇太后啊 年事已高 太后啊 心里就会担忧 这天下的臣民呢 就会心里猜忌 我不能因为这么一个小孩子 耽误这些正事 所以呢 就是我忍痛割碍呀 马上就上路 于是啊 这皇上啊 就把这小十八呀 给撂到半道了 有专人守护 没两天呢 这十八个 轰式了 要说这史料记载 这康熙的十八皇子啊 他也就是这么些 不过呀 这康熙朝晚期的九子夺嫡 您总该听说过吧 这十八个的死啊 那可是九子夺嫡 重要的导火索 这十八个的死讯呢 传到避暑山庄之后啊 这康熙皇帝 那自然是非常的难过 不过呢 这康熙发现呀 作为哥哥的太子应人 对这件事啊 他毫不理会 一点难过之情都没有 其实这康熙皇帝 丰功伟绩啊 咱们先撂到一边 他实际上对家庭问题 他不是个很大肚子的人 这件事啊 就被他记在心里了 后来呢 成为了废太子应人的 一个重要理由 一废太子应人 正式拉开了九王 夺嫡的序幕 所以说 这十八个 虽然死了 但是啊 却是这九子夺嫡当中 重要的一位 龙套演员 您要说这皇上老爷子 真心疼自个儿 这十八儿子吧 不知道为什么 一口啊 不足长的小红棺材 就把这十八个 埋到了警灵的非原寝 既没有地宫 也没有坟头 并且呀 死后 唯有任何祭祀 您要说这皇上 对这孩子好吗 那很难说呀 因为明显嘛 是放弃治疗 草草埋葬 您要说这皇上 对这孩子不好呢 他也算是啊 入葬 非原寝 陪伴在自己的生母身边了 这种葬法在清代的整个皇室当中 是独一份 没有其他例外 直到今天 康熙皇帝把允界葬在非原寝 还是一个谜团 关于这座非原寝的谜团故事啊 还有不老少的 您要是乐意听呢 就在留言区告诉我一声 我得着信之后啊 就立刻讲给您听 您要是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转发 咱们是长按点赞 明天准见 得嘞 今儿就到这 明天见